哈喽大家好,我是靳荣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种时间 你同步在我们的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YouTube,IG和TikTok 收看我们的视频版本哦 这个星期的两种时间 我将会站在老板的角度 跟大家说一说 上司和老板要如何跟员工沟通呢 那其实啊,每次呢 这个部分往往都是很多人觉得说是缺乏的 为什么? 我很能干,我很能做 但是为什么却没有办法好好跟上司和老板聊天沟通呢 那有几个要点 你要注意的 那记得哦 不要在公开场合纠正你的上司或者是老板 当你们意见有分歧的时候 哪怕觉得你是正确的 你是准确的 也不要在公开场合直接的纠正对方 否则会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哦 因此啊 记得有问题的时候 如果是人多的 就把上司或老板拉到一个比较迷人的地方 好好跟他聊一聊 在进行探讨的同时 也不要直接的指出上司的错误 或者是他的失误 而是要马上的提出一个建议 指出正确的方向 不要跟老板或上司直接的产生矛盾哦 今天的两种时间就到这里了 明天继续和你来聊一聊 如何跟上司和老板沟通 请不吝点赞地订阅 信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